一人下午搭巴士被插在座位上的針桔岛 涉事的巴士停在黄大仙一个巴士总站 探员在车上检查 自发在下午3点多 一个64岁的男人在黄大仙登上往沙田的89号酒吧 坐下的时候感到痛楚 怀疑被插在座位上的針桔岛 随即通知司机报警 各一位男乘客感到不舒服 要送院自理 警方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 暂时未有人被捕